真的很謝謝大家 然後因為我是很感受很深的是從禮約 然後因為東京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到這次樓道可以受到那麼多人的關注 這是我參加三季也來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 就是樓道終於可以走到一個是大家都會想要關注的商務 真的很謝謝大家 然後也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樓道 還有接下來的還有賽程的台灣隊 我覺得我今天從第一場慶場 然後再走到場上 每一刻我都覺得抱著感謝的心情 因為如果是我一個人沒有辦法走到第三次的樓運 是因為後面有一大群 不管是日本會社還有台灣的協會體育署大家的支持 我才有辦法走到第三次這個舞台上面 所以每一刻我都很享受 然後抱著很感謝的心情 比完這場比賽 賽前準備或是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一個很平穩平靜的狀態 這是跟上一屆的東西很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這樣是好還是壞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是更能享受在比賽的上面 雖然說結果不是我想要的 可是我覺得 我是真的準備好了 然後沒有遺憾的站在上面 所以不管結果如何 都可以抬頭、平衆地接受這個快點 都可以抬頭、平衆地接受這個快點 感谢观看